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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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何這麼遲才來的 遲不遲呢 我不知道 我們是收到訊號 我們來的 究竟要來多久呢 我看不到標 抱歉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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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找了楊岳橋公民黨黨會立法會議員 新界東上來的 很久沒見過楊岳橋 我們昨天 林鄭 七七七宣佈 撤回送中條例 在很奇怪的氣氛之下 因為之前的一天 港澳辦 聲色 鬧得很厲害 所謂五大訴求 其實是政治威脅 不是一個恐嚇 因為港澳辦 三個星期都沒有開過會 再開我以為是重新立場 誰知不足24小時 林鄭出來撤回 奉勸各位建制派人士 藍絲以及海外親共華人 跟車就不要太貼 因為中共轉身是不需要華麗的 他們也無法接受 當然有些建制派 現在是領工 說我們勸過林鄭之類的 不過一般的分析 現在林鄭敢設 客觀上至少對建制派 減輕了少許的壓力 讓他們不必被圍 為止也這麼嚴重 當然是不足夠 另一個說法 是反過來的 她故意退少許 而為緊急法令 一個殖民地惡法 差不多100年成立 1967年用過一次的殖民地惡法 緊急法 是鋪路的 楊岳橋 你對這個分析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合理 是 為什麼呢 我們先看清楚局面 今次的運動叫什麼 最主要就是反送中 反送中者就是反對逃犯條例 反對逃犯條例的運動 如果沒有了逃犯條例 那你就明不正言不信 在對方的角度 起碼在輿論上 特別在國際上 就可以跟全世界說 喂 現在這班示威者 他最想要的東西 就是反對我這條條例 我撤回 不是撤回 我直接撤回 我撤回了 不只是暫緩 那你還想怎樣 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 在策略上 以退為進呢 就是透過撤回之後 期望可以換出一個空間 給他 可以向前走 就是說 喂 你這班示威者 現在站在街上已經失去正當性了 因為當你跟我說的其他事情 這些都是跟反送中沒有直接關係的 我已經撤回了之後 你就應該要退一步 尤其是他會說 我退一步 我要用三個月去退一步 很明顯就是天大的事 那既然我做了一個這麼大的讓步 你是不是應該都退一退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在輿論上 他希望可以為自己拿回一個主導權 第二就是 如果局勢是繼續惡化下去的 那麼他就會有堂而皇之 他就會說 我既作出讓步 一手遠 你受不受 你不受 那我就有一個合理的一手硬 這就是剛才我們在第一節提過的緊急法 嗯 這條緊急法 實行上是相當困難 那前陣子 不要說緊急法 戒嚴 大家又不知道誰訂出來會討論 那我覺得戒嚴 現在其實是不切實際的香港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 你封地鐵已經搞定了 他做了 以前1967年的時候沒有地鐵 所以那個防部隊 六、九年防部隊出來 為什麼你們走到下面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地鐵 地鐵根本已經發揮了戒嚴的效用 好的 其實現在的確在某程度而言 是沒有緊急法或者沒有戒嚴之明 但是有其實 是的 我也同意 當他把最主要的運輸方法地鐵 他是全力掌控 我叫你停就停 其實你是某程度上 令到在地面的人是無所適從的 當然現在很多年輕人是有自己的方法 是很聰明的 我們真的想不到的 但是如果戒嚴的目標 是令到斷絕某個地區的一些交通往來 其實當你一斷地鐵 就很多東西都斷了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關節點 但是當然緊急法者動用到 我們上一次也提過 其實他是需要 說我宣佈動用緊急法 但是緊急法者其實是下面 給他的權才重要 是 即是讓他可以訂立一些臨時的規例 這些規例可能是牽涉到逮捕權 牽涉到不需要審訊 牽涉到禁止不同形式的 在基本法底下保障你的權利自由 包括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等等 當然抓人封艇 即是六七年都試過 抓了三份報紙 封了三份報紙 現在會不會都是這樣 這個方向可能是一個思考 當然我上一次提到 他必然會遇到司法挑戰 但是就算你有司法挑戰 這個也不是即時可以解決的 而當你動用緊急法定了那些規例之後 他不會說我今天定緊急法 然後我用三個星期去想一些新規例 當然一次過煮三碟菜 拿出來一次過給你吃 所以當他一有無上權力 去用這些新規例的時候 那個傷害已經造成了 對香港的自由 聲譽一國兩制 國際上對我們的信任 已經是一次過即時有影響 而就算施日風核贏了 到時已經是明日王化 但有一件事 現在和1967年的社會 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1967年的時候 香港應該是1966年 天星小輪暴動之後 港英政府找了人做一個調查 獨立調查 我記得提到 1966年的時候 香港進入初中的人 即是政府進入初中的人 適靈的學童是不夠兩成的 我估計到施立學 我估計到三、四成一定過不了一半 通街的人沒有書讀 但在1952年之後 香港的教育中位數是Ivy的 高了很多 文字已經開了 那當然 文字開了 即是說 每個懂得看保險的那張單 因為如果你說搞緊急法 我懷疑很多保險 那是沒得賠 真是防暴隊或速龍小隊來這裡 打打打打打破你的東西 或者引起火灼 各樣的損失 你知道保險 那樣是沒得賠的 那些條款 台灣叫做彈書 第一是暴動沒得賠 戰爭沒得賠 天災可能也沒得賠 好了 保險只是香港無數合約 可能是數億計合約的其中一部分 香港的成功 不是看到這麼多摩天大廈 或者是證交所每天 沉入1100億的交易 這麼簡單 香港的建立 其實是你看不到的 數以千萬甚至過億的合約 是組成的 這是軟實力 這個合約 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 譬如是緊急法 暴動之類 它是未受過測試 是 這個 當他們提出緊急法 我就想到這件事 你所說的未受到測試 其實把它擺在法律框架上 就是 這條緊急法 在回歸之後 因為基本法的存在 以前六七年 港督沒有基本法 他是至高無上的 而基本法的存在 其實是規限了特首的權力 包括他所訂立的 立法會通過的法律 特首簽署的法律 當然你最終會受到法律的挑戰 這是一個法律的討論 但回應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 以成功的 建基於一系列對香港的信任 說到最後 就是因為我信你這個地方 所以我才來你這裏簽合約 過往這些日子 當我和外國領事聊天的時候 說到緊急法人 當然是那一句 我為什麼會來香港開公司呢 他們的國民為什麼會來呢 就是因為他相信你香港有法治 相信你這套制度是保障他 而如果你定立緊急法 這是前所未見的一個新的環境 其實對於很多公司來說 他會害怕的 因為我有不確定性 其實現在做生意 最希望的就是穩穩陣陣 知道有些什麼會發生 predictable 是的 現在如果你又在玩這些事情的話 你最後 就算香港恢復市面平靜 你也不能夠回到6月9日之前的香港 其實信任是很殘酷地毀滅了 第一就是 警察和醫管局 或者很多醫生護士的信任 已經不復存在 是的 在醫生護士或醫療人員當中 在醫管局的層面 八至九成是站在示威者那邊的 爭到警察反轉 這是此其一 此其二就是 在這次運動裡 那些建制派 特區政府 建制派 藍絲 以及海外親共華人 是自己欺騙自己 以為是外國勢力 真不知道是否自己 真是催眠了 其實是得到不少的中產一級 以及部分有錢人 畫暗畫明的支持 OK 這件事 是不知為何 那些藍絲 和海外親共華人 真是看不到的東西 即是 他們的智力有沒有問題 我也很誠懟 但是他們一定是智障的 智障 讀很多書 讀很多書 賺很多錢 都是專業人士 我要說回 在這個環境之下 這個運動 香港 而今次的鬥爭 其實是一個很斯文的鬥爭 除了在示威區裏面有衝突 其實是很太平的 香港 其實 是井井有條的 你是沒有任何正確 去行這個緊急法 如果有緊急法行的時候 六、七年的時候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三個人走在一起 有同一目的 警察可以拘捕 去到這個地步 現在有緊急法 警察如果 我不知道內容如何 他真的想到手屋 當然是衝進去 還這麼斯文 打爛了你的東西 樓下的東西 撞開門 是否能賠也成問題 是 我作為一個小市民 我不是太多 很少法律 至少覺得第一件事 1967年的時候 我肯定大部份人沒有買保險 現在 52年之後 我肯定大部份人 有買保險 沒有 如果把這個無償的權力 交予給警務人員的時候 那你覺得他會疼愛你嗎 當然不會 還有一件事 跟67年的時候比較 當時 67暴動的時候 還沒有無線電視 大部份人都沒有電視 當時有黎迪呼聲 但是那個 數量是有限的 是 怎樣跟今天 你所說的 資訊的傳播 是的 全部都直播 一人一手機 很多場合 不知道多少 千至萬人 在直播 可以 拿著自己的手機 去直播 不說傳媒 都算下去 是的 這些警察的暴行 或者說 好聽些 濫用權力的 你以為看不到嗎 你看看831那天 進去太子地鐵 這樣打發 你以為很過癮嗎 是的 全部都拍到出來 是嚴重毀滅了警察的聲譽 他們用了四十多年去建立 已經一去不復犯了 那這些一筆勾小 就是盜竊 盜竊 盜竊下去了 至於 更加想不到的就是 原來在年輕人裡面 那個反抗意志是這麼強的 這麼強 這個已經是說 由雨傘運動 是 再進化 是 雨傘運動 2014年的時候 當年的中學生 大學生 今天已經變成大學生 和出來社會工作幾年 嗯 其實他們的後輩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大學生 特別很多是中學生 他是有眼看到 他可能沒有參與 或者可能有限的參與 但是過去幾年 他是結合了雨傘運動的所見所聞 和現在這個社會的發展 他會看到這個社會 特別是這個政府有權的 是會用盡 而且用得是絕不光明磊落 完全是缺乏理據 缺乏邏輯 但是都會被他們為所欲為 是 都會過得到的 你想想從一個 其實明辨是非這件事 是否需要讀很多書 不是的 你有基本的常識就可以了 你有腦子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有心 有很多是有腦子 但是沒有心 其實你看在現在 我們年輕一代的眼女 你當他們白癡 當然不是的 她懂得知道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特別是現在 當知識的傳播是無遠佛界 當現在人人都可以做傳媒 人人都可以做信息的提供者的時候 其實在群組與群組 在同學之間 大家互相去傳達這些是非對錯 有多出奇 所以我會覺得現在香港人 已經不再是舊的香港人 今天我們眼見的這一批年輕人 其實已經是進化了香港人 已經是將以前 貪生怕死愛好小便宜 其實那批不同 還有呢 你可能不適合聽 未必聽你的話 當然 你聽你的扮文話 當然 民主派也要重新去找自己的角色 對 這跟民主派有關 也跟議會有關 你一天這個議會 不能夠全面去反映香港人的議員 不能夠透過投票選舉 公平地反映在議席上 一天你還有這個功能組別 一天香港人仍是覺得 立法會是一個投票機器 其實現在 你在裡面的人 固然是得不到尊重 或者得不到 做不到你本來應該做的政治領袖的角色 但其實你再退一步看 其實是時代 當我剛才說的那個 人人一手機 人人是傳媒 人人都是意見領袖 其實你這個立法會議員 你不就是拿著那部機器 你不就是在這裡做Facebook Live 你Facebook Live 我也是一樣的 分分鐘多過你們的議員 當然 不過他們昨天 我在網上 應該是前天出的 開學的時候 有一間中學 理論上開學第一天 就是這個老校 加上全體老師 站在禮堂的舞台上 下面禮堂的學生 集體唱這個歌歌 是的 但是下面的小孩 全部唱了 這個暑假是不停的 這是震撼性 震撼性 這是變成國際新聞 這個是過去這個暑假這幾個月 積累下來 我們年輕一代已經 蛻變了 已經變成 很清楚知道所做的什麼 如果現在的政府當權的人 無論現在是林鄭或者是新的人 我不管她是張三李四誰都好 還是用舊的思維 想著透過國民教育 就已經可以解決 年輕一代的問題 她的癡心妄想 因為現在經歷了這幾個月 這幾個月不是 就這樣坐在那裡 聽你洗腦 而是真的自己的身體力行 有很多可能是自己有份 現場 就算你是多和理非也好 你親眼見證過 一百萬人二百萬人 一百七十萬人 其實你都會感受到 社會的變革氣氛 你是感受到 時代的洪流 對你的衝擊 所以如果你還想著 透過國民教育 你就可以把它變回 以前 你想著可以控制到的人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 你知我知 但有些人不知道 是否真的不知道 可能只是假裝不知道 他們下面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真是那種震撼 我以為是電影橋段 原來不是在真實世界發生的 Anyway 他們年輕人下去抗爭 我從前也是一個反對暴力的人 今天我也不欣賞暴力 但見到他們這樣跟警察打 其實我是很心痛的 因為你一定不夠警察打 警察是受過訓練 可能是年紀大 但始終受過訓練 還有駕駛多 那些畜龍做臥底 還可以拔枝曲尺出來 你怎能夠舉砌呢 你怎樣跟年輕人說 我知道你也是很年輕 其實我和阿鎮一樣 第一 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形式的暴力 都是會心痛 那些警察打到他們 很可憐 即是看到一些年輕人被打 被欺負 被欺凌 有很多心 不是很多 即是希望不是很多 但有一部分甚至是被騷擾 侵犯 是 性侵 那些當然 心就是很赤 嗯 但其實我們也很清楚知道 你是 你是勸不到他們 嗯 其實你覺得 你覺得現在年輕人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你不知道他的後果和代價嗎 即是這個才是 2019年今次這個逆拳運動 最大的特色 嗯 即是其實 很多在前線的 其實他是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當然 我們作為成年人 當然是勸希望的小心 保護自己 這個是很重要 當然 我當然是希望看到 每一次都是和理非 那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你也知道 有些事情你是 控制不到 因為這是一個沒有大台的運動 是 不單止我們 即是 有些適應的問題 OK 其實呢 這個特區政府 以及中共 那些 我相信受到所謂外國勢力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做 去到 我看是用社交媒體 或者網上發動 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一次 這個呢 這次香港的逆權運動 其實是吸引了很多外國的 即是研究社會運動的人 嘗試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可以有一個缺乏領袖 缺乏組織 即是大台 的一個運動 是可以連綿數個月呢 是 因為你說一次偶一為之的一個大遊行 固然是可能 都已經很驚訝了 是 但如果你說連續幾個月 而還是 歷久長身的 又或者大家都還是這麼凝聚的 而沒有搶掠的 是很重要的 即是 我在外國的時候 我也是 跟外國人說 我們經歷過這麼多次的大型動員 竟然是沒有 如你所說 沒有搶掠 是很重要的因素 沒有商店的玻璃是否被打爛 嗯 這對於很多在外邊的人來說 他們都很驚訝 是 對他們來說 其實只要你三幾千人 上萬的群眾運動 都已經有可能會出現 剛才所說的 是 即是香港的人 是非常之文明 我們非常之知道 法治是什麼 只要跌載是什麼 所以我們值得 比起很多很多地方 地區 或者國家的人 更值得 更應得 這個民主制度 很可惜 這個中共政府不給 還有你說 香港人 每一次 我們用最和平的方法出來 你不收聽 是 你不受 然後你是出警暴 是 所以為什麼人生氣就是這樣 為什麼人們會覺得 我不公道就是這樣 當你拘捕過千人的時候 你有多少個警察 會受到法律制裁呢 不要說法律制裁 連的上庭的機會都沒有 是 就是 完全 他有權的 就可以兇 你根本的監警 會有很微的機會 可以高到濫權的警察 談到這裏 我們回來 集中講講 美國的民主人權法 好嗎 好 各位網友 快到中秋節了 我們又介紹一個節慶盆彩 今次我們推出 今年推出的是豪華版 它的材料是非常名貴的 有鮑魚 蠔油鮑魚 匯花膠 茄汁大蝦 鮑汁鵝掌 紅蚊大花菇 還有家鄉蚊豬肉 還有西蘭花 就是這樣 這個是包裹送到你家 4至6人 就是原價88元都很便宜 但是 我們現在特價是688元 如果你先訂了 是送到你家 你煮熱就吃 是不是好呢 6至8人 是1088元 特價88元 10至12人 是1388元 都是送到你家 我先吃一點點 這個就是鮑魚 每樣東西都夠 這個人頭 其實一定有剩 嗯 因為我們那些食品的質感 大家可以放心 我一定試很多次 好了 那你回去全家食 是不是很開心呢 是中了你家 你不用煩的 是嗎 你不用煩的 還給我 你不用煩的 不要煩的 那樣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